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奕娇身为新妇之一 也加入亲民党 曾任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等要职 2022年10月17日 黄奕娇在台北内湖自宅顶楼坠楼 被怀疑是因抑郁症而自我了断生命 享受69岁 那么在她生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今天便给大家分享黄奕娇的故事 2022年10月17日 前立委黄奕娇从自家11楼顶楼坠落 享受69岁 而独居的她 在事发当日还有传简讯给亲友 她传讯息给前立委蔡正元 谢谢正元兄 她甚至在老同事群组发讯息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失望和丑恶 还是有人在坚守净土 并向同人说谢谢大家 对于黄奕娇的恶好 身为好友的白冰冰于2022年10月18日凌晨4时 也悲痛地在社交平台上哀悼 听黄奕娇的亲人说 她今天特地传简讯 请亲友多多照顾 多关心她的女儿 直到事件发生 才议会到是一种交代 哀悼 我的好友黄奕娇 白冰冰悲痛地喊 如果她早早议会到黄奕娇的状况 赶快多陪陪对方并聊天 带她出来参加她主办的 燕儿曼菲感恩餐会 或许在欢乐与感恩的气氛中 有可能状况会不一样的 白冰冰难过地说 到现在能想起来的 总是黄奕娇温和的笑脸 每当她讲笑话时 黄奕娇总是乐不可知 她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 都有我的参与 她落寞地离开时 我却一无所知 到底是什么状况 让她没有勇气走下去 黄奕娇曾任台湾政府新闻处长 发言人1998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第四届台中市立法委员 开启从政之路 2000年 黄奕娇加入了新创立的亲民党 更被视为亲民党领导人宋楚瑜的亲信战将之一 不仅四次连任立委 还曾任亲民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等要职 直至2012年 黄奕娇败给民进党行政院新闻局前局长林嘉龙 连任失令 由于黄奕娇外形帅气 因此生前有不少的辽媚传闻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绯闻 就是爆出与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林源和丽玲的三角链 成为了著名的宝宝世界 据悉 黄奕娇对交往的美人女友都称之为宝宝 黄奕娇和周玉寇交往时 也与何丽玲有染 事后 何丽玲 周玉寇联手逼供 周玉寇还躲进衣柜里偷听两人的对话 当黄奕娇被问到和周玉寇是什么关系时 一句那个杀皮狗啊 让周玉寇气到冲出衣柜 上演三角链对峙戏码 不仅如此 周玉寇于1998年 在电台中揭露此事 更爆料黄奕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要求她放弃当时肚子里的孩子 周玉寇揭发此事后 黄奕娇及遭到亲民党领导人宋楚瑜的降级处分 周玉寇在两性专家黄月隋的陪同下 举行记者会位 介入他人家庭公开道歉 而这段三角关系最终是以周玉寇的离开而散场 之后黄奕娇和何丽玲持续交往 并公开以情侣之资站台 直到2003年 女方才证实两人已经分手 除了周玉寇和利玲 媒体人黄光琴也被曝出曾是黄奕娇的宝宝们之一 不过是隔多年 黄光琴谈起宝宝事件的往事毫不避讳 她坦然地说 心里没疙瘩 早就过去了 宝宝事件发生后 当时被牵扯的当事人不约而同的各自出书 周玉寇的 事关政治 性与谎言的故事 黄光琴则出了一本黄奕娇爱情故事 除了这三人之外 还有史瓦蒂尼国王的妹妹在2012年来访时 由时任立法院长的王金平设宴款待 当时就传出史瓦蒂尼公主煞到 做陪的黄奕娇 即使事隔多年 公主被问到此事时 仍不讳言称赞她非常帅 可见黄奕娇受到女性欢迎的程度 在黄奕娇去世后 何丽玲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 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人 来来去去 有些人擦身而过 有些人一路同行 时间或长或短 却免不了曲终人散的伤感 曾经的相处 开心或不开心都已烟消云散 何丽玲坦言 昔时分开 和她微笑说再见 一别多年 再次听到她的消息 竟是天人永格 说不惆怅 是骗人的 何丽玲说 面对黄奕娇用这样的方式离开 有伤感 当然还有更多的不舍 但我告诉自己 来去基士园 这便是人生 所以能相聚就好好在一起 不能见面 就好好思念 何丽玲有感而发地说 人生很多时候 路都是孤单的 那是来自于生命深处 最终的荒芜 岁月教会我淡然承受 才是最好的姿态 闹闹红尘 风雨人声 谢谢她带给我的美好回忆 我会永远怀念她 言语之间 流露出伤感之情 而曾经带领黄奕娇的前妻 郑春月受洗 近年也开始带领黄奕娇 认识信仰的台北贵格会 非比教会李雀美牧师 在黄奕娇坠楼不治后 于2022年11月5日 与她的家人 为她举行火化安葬礼拜 告别礼拜 则于2022年12月10日的下午 在台北怀恩堂举行 回家是黄奕娇的渴望 她也答应要回妻女的家 也决心要受洗回永生神的家 教诲 她也和李牧师相约 要被女儿的施洗牧师施洗 不过 黄奕娇仍心情很沉重地谈作家 明嘴 舆论 若失了良心和真相 有时会逼人一蹶不振 李雀美牧师则是鼓励黄奕娇 持定信心注目于神 不要惧怕人的眼光和手指 坚定信心 舍弃救我 信靠神 上帝必会为他开路 必有意料之外的平安和喜乐 不要怕人要怕神 最后 李雀美牧师激励他忘记过去 努力向前 持着天上的智慧与盼望 对过去的日子要悔改 无憾且感恩 对未来的日子要重生 无惧且喜乐 黄奕娇也保证 这次要靠毅力胜过忧郁 李雀美牧师也强调 这次不像前两次可以不要而育 除非圣灵在他身内做主掌权 否则没办法的 李雀美牧师也告诉黄奕娇不要硬撑 必要时 他可以陪他去看医师 急或不然 千万记的定睛在耶稣 行在真光中黑暗必会退去 在神怜悯的爱里永无惧怕 上帝必带你平安地走过沮丧的幽谷 而在黄奕娇坠楼之前的半小时 李雀美牧师收到黄奕娇的来讯说 谢谢你长期以来 对春月和我无尽的关怀与支持 李雀美牧师当时就感觉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安感 便立刻回训 在耶稣里彼此帮补扶持 请不要谢我 单单感谢神就好 因为感谢神 父女亲情是钱买不到的 彼此的办事永不能割舍的 这是上帝应许要赐福的 随时踏出信心的第一步 你的身、心、灵焦会尝到神同在的灵力 愿神赐福 我也愿陪你们同行 回完讯息 李雀美牧师就马上打电话给黄奕娇的前妻郑春月 请她赶快去找她 郑春月第一时间回说不可能 因为三点才和黄奕娇分开 她还与女儿约定晚上要修改英文文件 但郑春月仍被李雀美牧师劝服 而去寻找黄奕娇 六点多 李雀美牧师收到郑春月哭泣的来电 要她快去三总急诊室 没想到 黄奕娇回家的路走了十多年 只差一步 留给妻女千万个为什么 事后 黄奕娇的独生女黄雅琳 提及父亲以她自己选择的方式 摆脱了世上的劳苦 结束了七十年的旅程 归回上帝掌权的国度 黄雅琳说 父亲一生奉公 忠心耿耿 鞠躬尽瘁 生前曾表示希望百年之后一切从简 但很遗憾的事出突然 没机会与长官 众亲友道别 据悉黄奕娇生前曾提及若慈士后 她能环保树葬回归大自然 但女儿和前妻考量到若是树葬 日后想去看看黄奕娇 说说话 恐怕不容易找到确切的地点 最终决定火化后 将她安葬于宁静优雅的玫瑰园杨明天静 巧合的是 有亲友透露安葬过程中 意外得知另一位与黄一娇知名度 与形象相当 且彼此交情颇深的前亲民党立委 提前为身后事做准备 已经在杨明天静埋好墓地 认为黄奕娇喜欢和朋友聊天 葬在该处日后也有老友谈天作伴 在黄奕娇没有淡出政坛前 她是宋楚瑜的心腹 黄奕娇出生于云林县 曾代表亲民党籍国亲联盟任立法委员 2012年意外落选立委后 受时任市长胡志强邀请担任市府副秘书长 但在就任前因健康因素请辞 黄奕娇结过一次婚 根据学音乐的前妻郑春月所著 离开心更宽 书中描述 原本郑春月对她充滥信任 后来她自行跟肩 直接抓到黄奕娇与外遇对象 卓小姐在一间套房里约会 但黄奕娇竟然双脚搭在茶几上 嘴里嚼着口香糖 毫不在乎地说道 我和你之间 有的只是一张结婚证书 一个女儿 这些她都没有 不过 她有的是我的心 残忍地让郑春月当场为之心碎 黄奕娇的身材曾被周玉寇形容像是大卫雕像 五十岁还常常跑步 打球 锻炼身体 她还有解体 每天头发梳得整齐 鞋子擦得亮晶晶的 此外 她还很注重保养 很少喝酒 可乐 集合成果汁 爱吃水果 喝白胎水 吃饭有辣椒的时候 还会一个个挑出来 外食还自备免洗快 这些条件或许造就了黄奕娇具有多次艳遇成功的特殊魅力 但是 对于被她伤害过的女人 黄奕娇似乎从未反省过 这也就是她的许多宝宝在感情被欺骗后 都断然决定站出来揭发这个花心大萝卜的原因 警告其他女子不要一时不察 就掉入她浪漫的陷阱 但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黄奕娇已经离开了人世 希望她一路走好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